今早的ET个股推介 就是海底撈的 662 揀选原因是 中港股市延续反弹的行程 恒指创4月4日以来的高位 上海将有6月29日起 恢复部分地区的堂食服务 内地防控措施进一步放松 消费复苏的预期进一步增强 在消费股当中 可以买入海底撈662 中金指出 海底撈5月翻台率 按月改善 其中中国大陆以外 门店表现亮眼 5月可比店的翻台率 按月略得上升 按年恢复大约90% 加4月份 可比店翻台率 按年恢复約7.5为快 中国大陆地区的门店 视乎个别城市的疫情管控 以深圳为例 受益于有效的疫情管控 海底撈深圳门店 4至5月份 翻台率按月略得上升 并且超越去年同期的水平 上海将会有在开放 这个餐饮堂食 加上暑期 餐饮消费旺季来临 预料有利 单店盈利率的提升 全年来计 根据彭博的综合预测 海底撈今年的盈利 预料会录得17亿元人民币 按年亏转盈 海底撈昨天收报17.56% 升了9.3% 形态是晴三角形突破 策略上有货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上海等地将会有最开放 这个餐饮堂食的正面催化下 股价有望回复至年初 疫情前的水平 目标先看19元 没有持货的投资者 可以hold 16元以下买入 直播率就更加高 跌穿15元就需要减持了 主bere말 17年 18月 聚在沙迅 尺导 将则 蘑扛